大船出了海口 迎着东面出生的朝阳奋力前行 范贤只来得及欣赏了一下天地间壮扣的景色 便再次回到舱中 坐在那一大箱子白银的旁边 偏头开始数数 数的是怨报中夹着的苍州大捷报告 范贤数来数去 也没有觉得这次大捷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次战争或者说局部战斗发生的时间有些古怪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些天他已经在着手安排 一旦庆国局势定下来以后 自己应该怎样处理 监察院要不要让出去 皇帝会怎么安排自己 可是细细贫存着 总觉得自己似乎想的太早了一些 狡兔死 走狗就算不入锅也没有太多肉吃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狡兔非但未死 而且一直表现得过于老实 准确来说 长公主李云锐一日未死 范贤就不认为这件事情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又过数日 京都那边废除的事项应该进行到后端 但范贤此时孤悬海上并不知道事情的进程 因为不想接圣旨 他甚至让船只与监察院的情报系统暂时脱离了联络 就像一只黑色的有反雷达功能的飞机在大海上孤独的飘荡 这日船到了江北路的某座小城 他所乘坐的民船是用那艘监察院兵船改装而成 一般人瞧不出来问题 所以他本以为这一路回淡州应该会毫不引人注目才是 不料那座小城里的官员竟是恭恭敬敬地送来了后礼 也未要求见面便自行撤去 范贤有些迷糊心想 这个小官怎么猜到我在船上 王启年笑着说道 大人气势太足 这马屁拍得太差劲了 于是范贤表示了不满 将目光投往到另一位姓王的人雄身上 王十三郎看了他一眼 耸了耸肩说道 谁知道呢 我看你似乎挺高兴收礼的 范贤被他说穿了爱慕虚荣的那一面有些不乐 王十三郎开怀一笑走到了船边 手握轻翻 有如一个小型风帆 看上去显得十分滑稽 官场之中最要紧的便是互通风声 那座小城里的官员知道监察院提斯大人在船上 于是整个沿海一带的周郡大人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从那天起 船只沿着海岸线往北走 一路京庭某地便会有当地官员前来送礼 却似乎都猜到范贤不想见人 所以都没有要求见面 走走停停十余天竟是有十四拨人上船送礼请安 范贤坐在船头看着船之边擦身而过的那块大清玉 正是那座被天剑斩成两半的大东山物字出神 我的行踪怎么全被人察觉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离京都越来越远 离皇帝越来越远 范贤的心情越发轻松起来 反而有些微微沉醉于沿途的风光中 以及沿途官员像孙子一样伺候的风光中 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里 曾经有位灵狐醉鬼承传于黄河之上 糊里糊涂收了无数大礼 受了无数言语上的好处 肢体上的痛处 但想必那位大师兄的虚荣心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尤其是在内干不要脸的师弟师妹们的面前 今日范贤乘船泛于东海之上 也是糊里糊涂收了无数大礼 虽无人感扰 但虚荣心也得到了一定满足 尤其是在京都风雨正盛之时 自己却能乘服服于海 大到此风快哉 这种感觉真的很令人愉悦 哪怕这种愉悦只是暂时的 船过了孤立海边 如半御舰直刺天穷的大东山后 再转两个弯 看不到山巅那座庙宇时 便接近了淡州港 这条海路已经是范贤第二次走了 对于那座齐绝壮阔的大东山 也没有第一次时候的冲击感 但却依然觉得心头微微颤动一下 大船停泊在淡州港 没有官员前来迎接 范贤送了一口气 带着高达等几名虎卫和六处舰手 在淡州百姓们炽热的目光 与无休止的请安声中 来到了淡州老宅的门口 范贤微笑想着 那年前不是才回来过 这些百姓怎么还是如此热情 如此激动 他伸手扣响了老宅那扇熟悉的木门 然而当手指头刚刚落在门上时 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明显感觉到宅落四周 有无数双警惕的目光 投注在自己的身上 只是这些目光的主人 明显很懂得隐藏身体 以至于他在短时间内 都没有发现对方究竟身处何处 或明或暗的无数道气息 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范贤微微低头 膝盖微弯 左手抠住绣弩的扳机 右手自然下垂 随时准备握住靴中的那把细长黑色匕首 跟在他身边的王启年面色不变 平端大卫天子剑 剑身半路 寒光威胁 剑柄便在范贤最方便伸手抽出的地方 王十三郎视线低垂 紧紧握着那方轻翻 以高达为首的几名虎卫 也感应到了一场 眉头微重 双手已经握住了长刀的刀柄 只有监察院六处的剑手们 反应稍慢一些 但他们一直散乱跟在提斯大人身前身后 咒欲敌情 很自然的将身体往街边的商铺靠去 借着建筑的阴暗 随时准备潜入黑暗之中 和那些潜伏着的敌人进行最直接的冲突 范贤是个很怕死的人 所以他带的人手虽然不多 但都是天底下最厉害的角色 以前有影子 有海棠做风匠 如今有王十三郎当猛士在配以自己 虎卫 剑手 如此强大的防御力量 就算一位大宗师来了 范贤自信也可以支撑几个回合 换句话说 他本来就时刻准备迎接某位大宗师的刺杀 然而今天在淡州老宅之外 范贤深州如此强大的力量 却感觉到了四周隐藏之人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 天生这种压迫感还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发出的 这证明了来人并不是一位大宗师 这个世界上还能有谁集合这么多的高手呢 范贤皱着眉头 忽而苦笑了起来 淡州范府老宅的木门被缓缓拉开 随着搁吱一声 厂间紧张对质的气氛马上消失不起 门内出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容 但是这个面容绝对不应该出现在淡州 任大人 范贤看着宅内的太长寺正清任绍安 苦笑说道 为什么是你在我的家里等着我 任绍安笑了笑 却没有与他打招呼 比划了一个请的手势 范贤微微一顿 回头看了王十三郎一眼 王十三郎笑了笑 和监察院六处的剑手留在了宅外 范贤带着王启年与高达等人 向老宅里走去 一路行进 并未发现有何异常 却可以感觉到这座往年无比清幽的院落 如今却是充满了紧张感 那些术后墙外 不知道隐藏了多少高手 走到后院门口 任绍安停下了脚步 一位太监满脸含笑的 将范贤一人接了进去 范贤脸上的笑容愈发苦了 看着姚太监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太监管了 这也是了 太监管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